一条条细水会流成河 很难想象这可是中国大陆最大淡水湖 江西的鄱阳湖 无人机飞越湖面只见几乎完全干涸景象 湖水面积剩下不到600平方公里 比风水期减少超过3000平方公里 创下1951年以来最早进入枯水期的记录 甚至有百年不见的佛像因为干旱重见天日 另外美国也饱受干旱之苦 不过对考古学家确是好消息 因为史前遗迹一现身 另外在西班牙也有大约7000年前 人类堆处的巨石症遗迹露出来 不过专家担心可能有风食危机 但干旱对东非来说确是痛苦的 因为煤水恐怕让饥荒恶化 联合国表示东非有2000万人长期受干旱影响 气象图也显示从2月以来只降了平常的5%到15%的应有余量 今年的干旱问题更加严重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